7月13號 微解封時間就快到了 當然在裡面吃用餐 大家不太敢 但是在外面玩呢 來看這個週末 我們北部 南部 都帶各位觀眾來看一下 現在民眾忍不住了 通通往外跑 這個是實際呢 在高雄整個海邊的一個情況 這裡是所謂的秘境 但是一個人來 覺得很好玩 呼朋引伴 其他人也跟著來 除了海邊的情況之外 在高雄騎警老街則是一樣 那麼這幾天遊客陸續回籠 警方擔心群聚稅出動來宣導 那包含在幾個店家跟賣場 都出現了排隊的人籠 所以這樣的一個情況 都沒有戴好口罩 三級警戒的防疫規定 在這個週末 似乎已經很多人 都把規定拋到腦後了 別說三級解封了 連微解封的時間都還沒到 這些人卻已經大解放 永庫比基尼紛紛出籠 這裡是位於中山大學旁的秘境沙灘 下水淨涼又消暑 就算違解封的規定 依舊還是不能海灘細水 再看看這每個人的臉上 全部都沒有戴上口罩 自認這裡夠隱密 三級警戒的措施 全部跑到腦後去 這畫面傳出來 警方表示 未來將會派員到場 當場舉發未戴口罩的民眾 大家口罩不保持安全 遠景拿著廣播器材 走上奇經老街宣導 週末假日以及中南部確診 不斷加零下 遊客陸續出籠 雖然這人潮還沒有回復到往日水準 但跟一個多月前相比 回溫不少 這位小老兄 手上拿著兩隻雞蛋冰 再不吃就快融化了 但偏偏就是禁止邊走邊吃 整個進退兩難 沒辦法 只好帶回車上 或者是回家再吃 這邊看到的情形 大家還算是遵守規矩 也因此商家們 對於人潮回籠相當樂觀 降到一百粒以下之後 其實六日的人潮 就有慢慢在增加 除了觀光景點 人潮湧現 家具賣場外頭 排隊等進停車場的車輛 往後綿延 再看到這間美式賣場 因為內部人流控管 想進到裡頭採購 得跟在後方排隊 繞了過來再繞過去 民眾的心 隨著疫情趨緩 猶如飛出籠的鳥兒 已經關不住了 但要是抱著僥倖心態 不遵守防疫規定 恐怕得先吃上法單 環南線黃衛富榮浩北 許達仁高雄報導